正在上大学的孩子放寒假在家 父母肯定会照顾得无微不至 首先孩子每天要保持充足的睡眠 睡到自然醒 另外呢就是要吃好 哎呀各种菜品 换着花样的给他做 不过在湖北武汉 有一名大四男生小黄同学的家里 情况呢却掉了个个 在寒假的三十天里 小黄同学为了让父母可以多睡一会儿 每天都要先起床给父母做早餐 说来也巧 小黄同学的专业是食品科学与工程 而且他的厨艺不错 三十天里每天早餐都是有菜有汤 不重样 在外工作洗澡贪黑的 挺不容易的也挺累 所以我就想帮家回家以后 那我提前起来就还早餐给他们做好 他们就可以早上就多休息一会儿嘛 我挺喜欢做饭的 我觉得做饭蛮有趣的 当你看到别人吃你饭的时候 把那个做的饭好吃 我就觉得特有成功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